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去年宣布,计划在波兰西南部弗洛茨瓦夫附近的工厂投资高达46亿美元,并具有进一步扩建的能力。 波兰政府日前表示,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波兰向英特尔的晶片组装和测试工厂提供超过74亿自罗提,折合19.1亿美元的国家援助。 波兰副总理Christoph Golkowski表示,欧盟委员会已通知波兰,已批准向英特尔提供国家援助。 他们将在2024年至2026年提供超过74亿自罗提的公共援助。 如今,这笔投资的价值,无论是援助方案还是总额,都超过250亿自罗提。 对英特尔工厂的投资是波兰几十年来最大的投资,波兰的半导体将确保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更高的安全。 波兰数位事务部副部长Darius Standersky表示,波兰现在必须通过有关拨款的立法,然后正式通知欧盟委员会,然后才能与英特尔敲定交易。 他们估计整个过程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。 英特尔发言人也表示,该公司感谢波兰政府的持续支持和合作。 Darius Standersky则表示,波兰已准备好进一步进行新技术投资,从英特尔获得的经验将有助于该国加快未来的投资。 2023年9月,欧洲晶片法案通过,号称是一项430亿欧元的补贴计划,只在到2030年将欧洲在全球晶片市场的份额提高到20%。 英特尔此前重申,希望为欧洲客户提供服务并执行计划。 其中,耗资330亿美元的德国晶圆厂项目仍在等待欧盟批准,破土动工的时间最早被推迟到2025年5月。 然而,英特尔9月下旬宣布一系列整顿措施,打脸波兰热情与德国的减少。 英特尔最新举措包括,计划让晶圆代工事业独立为子公司,不仅拥有自己的董事会,也未引进外部资金铺路,将延后德国和波兰建厂计划两年,同时争取到亚马逊云端事业AWS为18A制程的人工智慧AI晶片客户。 英特尔董事会最近开会检讨未来走向后,执行长基辛格已向员工发出公开信,端出一系列重整措施。 业界关注的英特尔晶圆代工服务AWS将独立为子公司,虽未分拆和出售,但更进一步区隔IC设计与晶片制造部门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德国厂ESMC已经在今年8月下旬动途,持续建设,采用台积电28奈米22奈米平面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,以及16奈米12奈米骑士厂销电晶体FINFET制程技术。 在英特尔证实将暂缓德国与波兰设厂专案两年后,业界认为,ESMC除了是近年最大手笔半导体投资,也渴望是欧洲投资最有效率的厂商。 另外,台积电3奈米制程今年扩增三倍,仍呈现公布应求局面,并宣布将会转换部分5奈米设备以支援3奈米产能。 至于2奈米制程方面,台积电预计N2制程将于2025年进入量产,头两年的产品设计定案数量将高于3奈米与5奈米的同期表现。 N2P制程技术,规划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。 市场传出,苹果已是台积电2奈米客户,预料将导入下一代手机iPhone17旗舰机型的晶片制程。 后续台积电将进一步推出A16制程技术,预计相较于N2P制程。 A16在相同工作低压下,速度增快8%至10%,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降低15%至20%,晶片密度则提升7%至10%。 可以看出,现阶段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市占率遥遥领先群雄,台积电专注晶圆代工模式。 英特尔这次大变革就是仿照台积电,确定将晶圆代工业务独立,以争取更多订单。 英特尔仍然大举削减成本,就是为此开路,甚至有消息表示,其会出售Alterra部分持股。 近日,英特尔旗下子公司Alterra的执行长Sandra Rivera在接受外媒采访时,否认了近期有关该公司将被英特尔切割出售的消息。 还指英特尔并未改变,在2026年推动Alterra完成IPO,以及出售部分Alterra持股的计划。 英特尔是在2015年以16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FPGA公司Alterra。 此后,英特尔以可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PSG的名义,营运这部分业务。 2023年10月,英特尔宣布,计划将当时位于DCAI资料中心与人工智慧,事业部旗下的PSG部门拆分为一家独立营运企业,并推动PSG部门在23年内到IPO的目标。 当时,Sandra Rivera就成为了PSG部门领导者。 之后,2024年二迪,英特尔宣布正式成立独立FPGA公司,品牌名称重新回归到最初的Alterra。 对此,Sandra Rivera表示,虽然Alterra从年初开始独立营运,但其业务仍与母公司存在一定关系。 而这一独立的过程,其目前进度快于预期,预计是在2025年1月1日前完成最后的关系分离目标。 Sandra Rivera强调,Alterra将通过再次独立的过程,将专注于从上到下,从云端到边缘的全面性FPGA业务。 预计,该公司专注的最终目标是成为FPGA产业的第一名,而在这一过程中达成IPO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 Sandra Rivera进一步解释表示,由于Alterra主要的竞争对手Silence已被AMD并购, 而其他FPGA企业则是专注于低阶或特定领域市场。 因此,Alterra正面临庞大市场商机,但更重要的是,Alterra本身要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。 因此,在其80%的销量和50%以上的需求,都是通过通路合作伙伴所达成的情况下,Alterra还在加倍努力拓展其他的市场。 即便如此,据市场份研究机构Bondia称,预计美国人工智慧AI晶片巨头挥达将以281亿美元的季度销售额继续保持领先地位。 韩国三星电子则已创纪录的217亿美元季度销售额位居第二。 预计辉达,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分别占据第三季度全球晶片销售额的16%,12.3%和7.3%。 SK海力士预计将在第三季度7月至9月期间创下128亿美元营收新高,超过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三大晶片制造商。 市场观察人士表示,SK海力士的业绩可归因于AI热潮,引发对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等高价值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。 这将是自2002年,Ondia开始追踪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以来,SK海力士首次表现优于英特尔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